1月份新措施 屏東警方祭出區間測速來取締超速違規行為 在台1線戰備道 台9線草浦森永隧道 以及台26線尖山段 分別架設了三台科技執法 取締首日就逮到了252件違規 但其中有部分路段本來就有固定式的測速照相桿 被質疑會不會重複取締8兩層皮呢 對此警方表示 在區間測速啟用之後 就已經停用固定式的測速照相桿 車輛往來行進 別貪快 小心直接遭取締 這裡是台26線尖山路段 原本沒測照桿 3月起多了區間測速器 我不曉得 照速線開車了 有民眾還沒跟上進度 但包含台1線戰備道 以及台9線草浦森永隧道 各有一支 告示清楚標示 區間測速 雙向速線70公里 這三個路段是南台灣往墾丁 恆春半島 以及到台東的必經之路 其中台1線戰備道和台9線草浦森永隧道 過往就是超速熱區 取締建數年年上榜前五名 防超速再加延寄出區間取締 只是原先這裡就有固定式測速照相桿 再加上區間測速遭質疑取締違規 扒兩層皮 開太快沒有注意 那意外的花生 不知道什麼所謂的花生 經經各路段經營於速線行駛 以為用路人行測安全 警方說區間測速啟用後 已經停用固定式測照桿 不會出現一罪兩罰的情況 肯定的是別違規就沒事 倒是區間測速上路首日就抓到252件違規 潘衣時枝快傷荷包也是拿生命安全開玩笑 記者蘇世偉 屏東報導